好 笑着握手 不过怎么握一握眼神就飘掉了 民进党肩下棚上第一天 郑昀棚张善震就短冰箱街 气氛略显尴尬 我们市长参选人 这个是刚出炉的 郑昀棚委员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 请张院长上来好了 邀张善震上台 三人还同台跳舞 看似何乐融融 第一次正面强碰 两人看起来还算和平 不过张善震背后 蓝莹炮火可没减缓 主席朱立伦带头开炮 发文要蔡英文道歉 还说郑昀棚也是台大校友 却不惜挺肩跟母校对抗 难保将来背叛桃源 呼吁下架不适任整客 甚至连胜文也发文狂轰 球场门是民进党执政下 最黑暗的丑闻之一 幻见红要继续查清楚 高喊处决民进党 民间半周园普渡 民进党也同步上演幻见 这场政治普渡 蓝莹剪枪 活力全开 可是居然连绿营大佬 也不看好选前换将 林卓水发文痛批 民进党还在党外时期 退选等于默认 抹黑者的正当性 违背传统之斗 还拿柯文哲 2014年选战举例 虽被抹黑 但参选到底 让选民款他清白 直呼现在换肩实在太可惜 甚至学者也分析 林志坚若不认错 郑宇鹏很难摆脱 挺肩抄袭舆 加上政治能力 也不及林志坚 民进党粗暴换将 想拆弹止血 恐怕不容易 最后甚至有可能 让民众党赖乡林 西兰绿中间选票 让桃园形成 三分天下的局势 而年龄选家 剩下一百多天 绿营桃园换棚上场 想紧急清理战场 但后座力 恐怕不容小觑 华语新闻陈明燕客冠城 白云飞台北桃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